美国突然爆发了一种可怕的丧尸病毒 被感染的人会变成丧尸与吸血鬼相结合的恐怖怪物 为了活下去 小帅一家人不得不选择逃离这个城市 可就在父亲修车时 家里的二狗子突然发现了什么 骂骂咧咧的就跑了出去 小帅想都没想也追了上去 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救了他一命 这时身后的房门缓缓关上 就在小帅感觉不对劲时 母亲突然破窗大喊 小帅奋不顾身的跑过去 可半路却突然被一个陌生的男人扑倒 说完后男人递给小帅一把枪 然后带着他缓缓接近房屋 男人谨慎地打开房门 可怀部四周后并没有看见怪物的身影 突然一阵声音传来 小帅循着声音发现了倒地的母亲 转过头 又看见了奄奄一息的父亲 就连几个月大的弟弟也被怪物活活咬死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怪物就从眼前消失 下一秒突然出现在面前 小帅果断扣动扳机 男人则趁机将怪物压在引擎盖上 接着拿出一根铁器插进怪物的心脏 在两人的配合下 怪物终于隐恨西北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刚刚被咬的父亲也即将变异 男人见状一把将小帅推开 在变异之前送走了他的父亲 不身一元的小帅 只能跟着阿伟一起离开 开启了逃往北方的求生之路 为之病毒快速蔓延 所到之处满目疮痍 好在这种怪物跟吸血鬼一样 一旦接触到阳光就会变成焦塔 所以白天相对来说就安全很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阿伟不仅教小帅学习生存技巧 还手把手地教他格斗术 并且如何运用到实战中 他们每杀死一只怪物 就会把他的牙齿拔下来 因为在末世之下 牙齿比现金更管用 可以拿去幸存者营地换取物资 有了充足的物资后 两人继续朝目地地出发 可不料半路却遇见了一名被追赶的兄弟 在末世之下最可怕的往往是人心 而阿伟生平最恨的就是这种人 他冲上去二话不说就打倒一个 另外一人想要逃跑 但阿伟并不打算放过他 从车上拿出一把特制的飞镖扔了过去 接着又拿出小刀割掉了垂死挣扎的男人 显然修女被吓坏了 阿伟只能带着他一起离开 可他们并不知道 这次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几人在途中路过一个帐篷时 被里面婴儿的啼哭声吸引了进来 横七竖八的尸体触目惊心 但他们更担心婴儿的安危 可打开婴儿车才发现 原来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陷阱 反应过来时已经为时已晚 三人就这样被抓了起来 这伙人自称为兄弟会 在末世之下无恶不作 而阿伟之前杀掉的那两个人 正是兄弟会的成员 也是秃头的儿子 现在秃头要为他的儿子报仇 好在小帅和修女对秃头还有一点用 所以他并没有赶尽杀绝 可阿伟就惨了 被他们丢在了满是怪物的地盘 普通人徒手面对四只鸡肠碌碌的怪物 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但阿伟毕竟身经百战 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应声生活了下来 而小帅和修女也并不好活 修女沦为了秃头的发泄工具 小帅则被培养成小弟 经常干各种杂活 但这天独自外出打水的时候 他却趁机逃走了 秃头天真的以为小帅不敢一个人离开 殊不知他跟着阿伟学到了很多生存技能 独自一人也能在末世之下存活 在天黑的时候 小帅成功找到了阿伟的车 可不幸的是车门怎么都打不开 更糟糕的是 不远处还出现了一只怪物 没办法 他只能与怪物殊死一搏 关键时刻小帅被一把拉进车里 原来是死里逃生的阿伟 他从后备箱爬到驾驶位 启动汽车把怪物甩了下来 接着一脚油门倒车碾压 然而怪物却毫发无伤地爬了起来 阿伟继续猛踩油门 直接把怪物撞飞 然后头也不回地快速驶离 两人一路开到天亮才敢停下来稍作休息 处理完伤口后 他们继续出发 没走多久就遇见一个搭车的女孩 阿伟原本不想理会 但看到小帅那双渴望的眼神 最终还是决定带着他一起离开 在天黑的时候 他们被一只圣诞怪物拦住了去路 但很快就被小帅一见命中心脏 就在小帅准备取下怪物的牙齿时 旁边的厕所突然发出异响 原来是一名幸存者 秃头的人残忍地将他丢在这里吸引怪物 现在几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找秃头复仇 到了第二天 他们利用小美作为诱饵 成功抓到了一名秃头的小弟 晚上几人伪装成兄弟会的成员混进他们的地盘 并且成功俘虏了秃头 从秃头的口中 几人得知修女早已逃走 但秃头作恶多端 阿伟将他绑在一棵树上 接着用小刀划开他的后背 血腥味很快就会将怪物引来 老秃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报完仇后的异行员继续往北方进发 在路过一个幸存者营地时 他们决定补充一些物资 晚上还遇见了死里逃生的兄弟 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架直升机 无数只怪物从天而降 这显然又是兄弟会的人干的 本来欢乐的营地瞬间变成人间炼狱 虽然营地的守卫兵奋力抵抗 但奈何怪物的数量太多 守卫兵很快就被全军覆没 阿伟等人躲在一间屋子里 才侥幸逃过一劫 天亮之后一行人继续赶路 可在途中汽车却报废了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不行 在天黑之前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停车场 布置好陷阱后 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夜 然而到了深夜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陷阱突然发出响动 这说明附近有怪物 所有人瞬间精神紧崩 果不其然怪物正在从不远处起来 几人赶紧跑进玉米地 怪物紧追不舍 为了掩护大家逃走 修女挺身而出 逃走的几人继续徒步赶往北方 可在一天早上 老黑只是出门上的厕所便消失了 等到他们找到时 老黑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阿伟意识到这只怪物并不简单 晚上小美刚睡下 树林里就传来一响 当看到一个人影后 两人想都没想就追了出来 可追到一半阿伟突然感觉不对劲 回到营地后发现小美果然不见了 显然两人中了怪物的调虎离山之际 经过一晚上的搜索 他们终于在一栋废弃的建筑听到了小美的求救声 虽然知道是怪物设下的陷阱 但此刻的小帅根本就顾不了这么多 扛着喷子就冲了进去 等到小帅找到小美 发现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小帅刚准备上前搭救 就被变成怪物的老徒从后面袭击 危机时刻阿伟及时赶到 但一个照面就被怪物打倒 在病毒的加持下 老徒不仅拥有了强悍的身体 同时还保留了人类的智慧 阿伟被钉在墙上毫无反抗之力 可反派往往死于话多 就在他准备对阿伟洞口时 身后的小帅突然来了一个不讲武德 阿伟趁机狠狠地补了一脚 在两人的配合下 老徒就这样被成功解决 但遗憾的是 挂在墙上的小美已经感染了病毒 小帅不得不含泪将她送走 结束一切后 两人继续赶往北方 因为人烟稀少路上的怪物也越来越少 在途中两人又遇见了独自一人的阿珍 经过几天的相处 小帅与她的感情逐渐升温 阿伟知道小帅已经长大 可以独自面对以后的生活 于是选择离开队伍 小帅和阿珍最终开车来到加拿大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骚的生活